上課的時間會比較長 我們這麼三兩點前我沒有學科 如果要方便自己自動去 我們台生 工廠給我一個人 日本會不會嗎 會不會嗎 我們要參與民政府要了解的論述 所有的論述 會完電就是日本 要讀日本 後來會再寫很多文章 在台灣建政室 所以你讀日本就可以讀完整的論述 過去不聽台獨有什麼樣的論述 讀牌不聽過 像民政府之後 現在讀牌開始都會說 國際法會有論述出來 日本 我們一定要 要讀要讀這個建政法和國際法 因為 法律可以從我們台灣帶出去 其他的控制都不好 再來介紹這本 這本比較少人買 這本是 台灣最終地位第三本 這本是英文的 這本是我們去隔美國 一些 我們隔美國的文章 律書那些文章 以及美國 美國 給我們的 因為我們隔了 他人家 來完成我們的論述 所以 以及美國給我們的機密 資料 機密檔案 像這種的 這種就是掃描檔 這個 TOP SECREATE 這是最高機密 它解密 給我們的資料 所以在這裡 如果有人說 民政法要騙人的 在照片集團 騙這本千幾項 要來騙 很辛苦 要來騙這個 來騙這個 很辛苦 再來 這支看什麼人的 有人放棄嗎 待會兒 來這裡拿 這支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證明你是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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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這裡出席啊 我在吃這些米啊 喝這些水啊 我在台灣出席 我就是台灣人 為什麼要證明你是台灣人 生在這裡 阿仲在這裡 為什麼要證明 不是啦 我要問 我要問的是 為了什麼 要做的這個證明嗎 他剛才不是說 我們去美國嘛 美國跟我們當兵問嘛 你們台灣人在哪裡 我們的訴訟就是說 我就生在這裡 換在這裡 我出事在這裡 我就台灣人 我們就這樣想嘛 我換一個問題給你們問啦 你不用證明你是學生 台台的學生 你不用證明 學生證嘛 對不對 你還要拿台大的學生證喔 你拿青大的不準算喔 你拿台大的學生證 證明我是學生嘛 但是有一天 你沒有異動 學生證被打破了 還在四季期間 你不用證明你是台台的學生 去辦理 辦理你的債學證明嘛 還是說你的成績單嘛 我現在說 一個觀念很重要的 新聞證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制度 它是一個政經 文證的政經 這種東西可以證明你的身份 換一句話說 我買證明我是美國人 我拿我的綠卡 還是拿我 美國的公民證 應該可期喔 有公民證 拿出來 就證明了 不管我的膚色 不管我是 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的認證 有這個文件 就可以證明 所以我們今天在說的 本土台灣人 是在指 法律上的 國籍上的 國際法 民所定義的 不是在說那個感情性的 這要很清楚啦 來 我們今天的課開始 在前言而已 改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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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過去我們 我們 書頌中 我們書頌中 有很多 錯誤的觀念和教育 我們中毒了 中毒的很嚴重 我們現在先來改書頌 1945到2014都要69年 一直在說69年 是這個時間點 69年 我們的書頌混亂了 我們很多東西的判斷 價值觀 都是去用灌 灌在裡面 錯誤的觀念 空氣 美書頂有說的空氣嗎 我們 有美國的空氣嗎 有美國的空氣嗎 有嗎 大家在問嘛 空氣是誰 跟我們欣賞大 美國 來上課之前 你知道美國有請假手嗎 都不知道嗎 有的人不知道嗎 以為是日本嘛 來 我們來看一下案例一 看一下案例一 這是這個高雄米德 路邊的延長檔的阿伯 我們隨機採訪的 他七八十歲了 我們來採訪他 問他空氣的基地是什麼 你有沒有被空氣嗎 你有沒有被空氣嗎 我小孩 你空氣 你不知道怎麼會跟我們採訪 日本啊 日本給我們採訪 你怎麼知道 日本採訪 我們都在美鳳光學 不知道 你怎麼會 我怎麼會 你怎麼會跟你講 你怎麼會跟你講 你怎麼會跟我們採訪 你怎麼會跟他 你怎麼會跟你講 你怎麼會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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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台南 台南 他就在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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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印象就是 日本人在我們採訪 對 對 那是我們美鳳光 那是日本的,那是中國來的 中國來嗎? 中國要來的,你早就來的,中國來的 好,好,你去的 我們不能怪阿伯是怎麼想的 因為我們六十九年就一直生鬧 把我們生成中國人的訴訟 把我們的,我們先不要討論 我們先不要討論,我們注意聽 因為很多的觀念,我們現在如果沒有 起床起來,我們以後看法律 或是看這些論述,我們會不容易了解 今天這個該讀的課 是要把我們訴訟的東西討論它 過去六十九年 冠這個中國人的訴訟在裡面 讓我們結實,我們是中國人 認主歸宗,認家去中國人去了 他明明說兩歲的時候美鳳空河 他還記得喔 兩歲記得喔 我請問大家 中禮拜的今天的中禮拜 你吃什麼 你就不記得了,你兩歲記得 可能會記得啦 因為早段的聲音很害怕 很大聲 有一種感覺上的記憶啦 但是他確實不知道 到底是什麼人把你竊竊竊的 你也不可能 早段竊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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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竊 只是說Mallen在USA 不可能嘛 那個時鐘 revel부터日本賺裡面 但他說日本公式是台灣 過年在袍本 你拿回家裡搜 會香港潛待 台湾用炸大放在台湾 你不覺得很矛盾嗎 有人會說喔 那賽特克巴萊不是日本那放的嗎 對不對 有什麼問題 那個比較傳說去了 那個比較傳說的 因為美國人跟別媽祖 好 媽祖什麼人 中國人啦 媽祖生什麼 生臨啦 對不對 三太祖什麼人 中國人啦 你下車嘛 好來 那說太香了啦 我們來講話你啦 來 中華民國加台灣 經過69年的洗腦 洗到變成 中華民國正在台灣 今天我們很愛台灣 不愛台灣的不坐在這裡 沒有啦 我們就因為過頭愛台灣 疼台灣 我們的感情投入在這個台灣的 會國行國壓 甚至在政治的領域裡面 但是呢 我們已經不記得 這個中華民國 不是台灣 他是外來的賬款 所以我們林東 說 今天 今天啦 上海吃辣的 林地的問題啦 台灣人上海吃辣的問題 在哪裡 就是在這裡 中毒了啦 中什麼毒 中國在毒啦 中毒啦 我們拿這個車連排 說我愛台灣啦 對不對 七到哪裡 我們就拿這個 動作自己的國旗啦 這剛才的工師就有說了 這就不是國旗啦 這海軍旗呢 這個新聞啦 環化賽 愛國正妹 讓世界看見台灣 怎麼讓世界看見台灣 要去拿這個車連排 他就拿這一支嘛 所以不要以為拿這支 其實就是愛台灣 然後因為這樣子的廣告 全世界都叫是 喔 台灣的國旗是這支啦 我們用撤貓的方法 跟方式 在鑽團台灣 我們就說 我們就沒有國旗了 不然認這支來做國旗好了 你怎麼不認那個五小旗 還是說你認那個美國國旗 你為什麼要認這支 這跟我們很久了 跟我們很久了 生怎麼有生變成說 這是我們的國旗啦 黨國教育 他剛才的那個 國歌 黨歌 以前生了的時候 我讀國中的時候 老師跟我說 無黨所蹤 那個無黨要改成 不是黨 無背 我們的意思 無背我們 他那個我們就是國民黨 就是無黨嘛 所以那個黨歌啦 不會錯就是中國人的習慣 跟我們洗腦 跟我們教育 跟我們現在都 跟我們祖高中說不會錯的 這是我們阿公跟我說的 他說中國人 第一 最好說的就是不會錯 不會錯說久了 變真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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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搜上這個網站 GoGoFLAG 這個網站你把它搜 你就搜到這個叫做海軍機 這就是五色機 我們剛才有看過了 噢 無臺灣的假憲法 大家知道 中華民國的憲法 那裡是無臺灣的領土 你知道嗎 憲法這段一九四六年 他正新就是那個1936年 五五現朝 他說這些領土就是他故有疆域 啊無臺灣 無臺灣噢 他通在臺灣 你給他看這 這是美国 他百五年的那個 國慶 那時候國慶呢 因為他跟那個中華民國 那個同盟國嘛 好朋友啊 要不要慶祝啊 結果美國 中華民國是沒有印郵票的技術喔 他連印錢的技術都沒有喔 這是在紐約印出來的 才有什麼 美國的鈔票公司是印出來 印給你賞你 做那個慶祝啊 你來看這個地圖 台灣還在裡面 你看這個領土 台灣不在裡面 這證明 台灣根本就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第一 這個 1926年的時候 150週年 美國有150週年去 那時候台灣就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來 我們來看海牙第四公約 第四十三條 這也是國序法 他說合法政府的權利 限制落入佔領者的手中 佔領者要採取一切任何措施 恢復確保公共秩序安全 秉除萬不得已 應尊重當地現行的法律 他剛才有說了 當地現行的法律是什麼法 日本現行的法 在我們這裡實施啊 他剛有尊重 他剛有宜教這些事情 沒有啊 他來 幫你動員勘亂 來 沒有漢賊不良力啊 跟我們騙 他說他是漢嘛 共產黨是賊 漢賊不良力就是賊進去聯合國 我漢就退出 我講到應該有過去哦 漢賊不良力 我們來看漢賊不良力在哪裡 誰退出聯合國 不是中華民國啦 中華民國從來沒有退出聯合國啦 這就是那個聯合國議文 這有寫嘛 恢復他的決定 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利 承認他的政府代表在中國 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並立即 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 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 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你說啊這你自己拍的啊 自己做的 做假的法看來 我們看他們的問了 來 Expel Fourth with 驅逐立即 驅逐出去 叫什麼 蔣介石 這都文章在那裡 黨國教育不會教你這個 因為那是他醜陋的事情 來 我們來看這個 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 為了重返聯合國 我們主張公投入聯 對不對 對的請舉手 你覺得這個論述是正確的 請舉手 你認為不對的請舉手 好 沒有舉手的小姐 請問為什麼沒有舉手 不知道 不知道的 沒有舉手不知道 你說不對嗎 哪裡不對 對 大家的那個 陳述的焦點越來越集中了 這個論述就是這樣子 台灣從來沒有用台灣加入聯合國 所以第一句話就有問題了 沒有加入哪來的退出 我沒有加入私職會 然後我在這邊宣布 我退出私職會 不就是北燦嗎 這是一個虛的那個議題 然後沒有退出 就沒有重返嗎 沒有重返我們在主張公投入聯 那個公投是在幹嘛 亂七八糟 所以之前 當然這個前輩已經過世了吧 穿個短褲喜歡慢跑 主張公投的 他在公投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自己是誰啊 我們不知道我們台灣人的地位 我們台灣的地位是處在哪一個位階啊 我們說我們要做公投 我後面再跟大家說 違法的假戒嚴啊 連戒嚴都是違法的 都嫁 大家會說 嫁 我過去就 晚上這麼宵禁啊 不能出門啊 是不是 戒嚴的時候嘛 我沒有經歷過嘛 年輕人沒有經歷過 太年輕人沒有經歷過 我小時候有經歷過啦 跟家族玩 打斷說玩到九點 我母親就要給我趕回來 因為超過十點人不去 沒有卡電位回來 那就穩了 所以有一次我們阿祭 我沒怎麼走出去找魚啊 找到煩點沒回來 整家裡的人都不睡 卡電位喔 什麼人這樣 結果後來才知道 去找魚啊 那個時候 在那個環境的地方 是大家很怕的 超過十點沒回來 那都很危險的 不知道怎麼不去 也不知道啦 違法的假戒嚴 1949年5月19 宣布 陳陳宣布戒嚴令 第5月20零時起 在實施戒嚴 戰爭法的規定啊 軍事政府所挟之領土被視為外國 中華民國來這邊 他的那個蔣介石軍團 陳陳這些所謂的軍事政府 來這邊佔領 這塊土地視為外國 外國啊 哪有我一個 軍事政府去宣布 別人的領土戒嚴 戒嚴是你自己的領土 遇到重大災難 戰爭的時候 宣布的一種緊急狀態 你叫做戒嚴啦 你已經軍事這麼領土 就處於一種緊急狀態了 你還宣布 別人的領土戒嚴 所以這個假的啦 他要騙全世界 說這是我的領土 我們讓我們騙你做兵 對不對 人家在問嘛 有做過兵的嘛 怎麼讓我們騙你做兵 同樣這個 戰爭法的規定 第45條 禁止強迫被占領地居民 向敵國宣誓效忠 什麼叫做效忠呢 效忠就是 你捍衛那一個主權 那一個國家 那兩國戰爭的時候 我出來作戰 那個就是效忠 當兵的意思啊 那這個問題 就來了 美國佔領伊拉克的時候 會叫伊拉克的人民 當美國兵嗎 不可能嗎 那為什麼我們去當 中華民國兵 因為我們228 把精英都殺掉了啦 頭腦會思考辨識的人 剩下不多啦 也不敢出來講話啦 因為只要出來一定是被砍 砍頭啦 那剩下我們都不知道的嘛 然後 你要當兵喔 沒有當兵 要槍斃喔 就乖乖去當兵了 所以是誰人在保護中華民國 不是中華民國在保護我們 你看看 823炮戰 為什麼有單打算不打 演戲嘛 要製造台海危機啊 他才能繼續在這邊吸我們的血啊 吸我們的碎金啊 因為要演戲啊 自從國共內戰之後 他們流亡來這邊之後 有哪一顆子彈打到台棚的領土上 沒有啊 他只要有一顆子彈落到這塊領土 這塊領土的真正的佔領全國 美國就要出來了 所以過去那些戰爭 都是送我們台灣人去當炮灰的啦 假的啦 假的太多 自由時報公 首都在南京中華民國死了 中華民國首都在南京對不對 對嘛 沒有問題嘛 為什麼現在在台北啊 沒來民政府之前 大家會去思考這個問題嗎 很少嘛 我們只聽到說 首都在南京 他現在波遷來台 說得很聽 你說轉進啊 流亡不敢說 逃難不敢說 所以喔 中國人喔 白菜就是 他那個文學 修辭學很好 修辭學很好 東西破的 睡睡平安 修得很好 很漂亮啦 說得很漂亮的話就對了 中華民國就是流亡政府啦 那中華台北是什麼意思 就是流亡政府的縮寫啦 就是Chinese government in Israel 流亡 in Taipei 流亡政府的前提就是 離開嘛 上一個講師有說嘛 離開他的領土嘛 無論任何原因 他沒有辦法回去嘛 那 離開之後要去哪裡 去 別人的 國家的領土 居住在 被限制在 一個城市裡面 所以 中國政府 流亡在台北 他只被縮現在 那個台北裡面 所以你不要聽到 Chinese Taiwan啊 是不是 還是Chinese 台風金罵 不會吧 Chinese Taipei 的意思就是這個 原文的意思啦 你在這裡都有討論 你去問那個 嘉英文的老師 看Chinese Taipei 怎麼改遍 他一定跟你說中華台北 還有中國台北 到底他的原文是什麼意思啦 就Chinese Taipei 說來說去 不出所以然啦 所以 那個西藏流亡政府 他流亡之後 離開他的土地嘛 流亡到哪裡 印度的達蘭薩拉的那個城市裡面 這種叫做流亡政府 波蘭卯流亡政府啦 他曾經流亡到那個倫敦 法國也有啊 所以 不然說 他的政府都縱北清南 政上的 因為他流亡在台北 他所有南跨的資源 一定是建設在他流亡的居住地 一定是這樣 他現在有管轄權 所以中華民國用來騙台灣人的 對內說我們是中華民國啦 對外他的真是真正的身份就跑出來 就Chinese Taipei 但是呢他再跟我們說啊 我剛才說的嘛 很騙 很悲哨 很羞恥 很羞恥學嘛 他跟我們說我們被打壓 最近都說我們被打壓 所以我們叫Chinese Taipei 不能用ROC 其實不是被打壓 他真正的名字就是這樣 我們來改一些台獨的獨 過去我們有一些台獨的訴訟 是不是 我也有啦 我過去我也是主張台灣獨立的 因為沒有啦 不知道國際化啦 獨立就是衝喔 準備要死了喔 要流亡喔 台獨的台東這樣嘛 沒有報 沒有報啦 下去控制啦 你怎麼可以在那個消防車頭前 那一堆 弄到老婆老爺的 這樣你就有建功 你就出名了 來 我們改一個台獨的地方 慢慢聽我把這個台獨的訴訟 說整理出來 你就知道說 是怎麼台獨 有問題啦 這不僅不得宜轉租款這個關聯嘛 這個關聯是國際化裡面很重要的 占領不得宜轉主權啦 換言之啦 美國怕伊拉克之後 然後占領了伊拉克 那伊拉克會變成美國的一州嗎 不會嘛 不可能嘛 如果可以啦 我歡迎 我歡迎 比較文明的國家來打我 因為我這樣就不用申請綠卡了 對不對 美國我們怕怕的 欸 我變美國的一州啊 在那邊 邊邊邊邊邊邊 要申請綠卡幹嘛 怕掉那邊就 美國的一州啊 占領不得宜轉主權 蔡小姐她說喔 2010年的5月25日 她說流亡政府是中華民國 對不對 對啦 可是她去美國訪問回來之後 選舉之前她說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了 對不對 不對啦 但是他們有根據喔 他們有他們的根據喔 流亡政府等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她說的嘛 你們兩句她說的 那會導致一個結果啊 流亡政府等於台灣了 這樣對嗎 這樣推下去 會得到這個荒謬的結果啦 陷阱的結果啦 林柴做老爺啦 大家有一次人就是林柴做老爺啦 將流亡政府動作自己的政府 這種的叫做林柴做老爺啦 柴就是流亡政府啦 林柴做老爺 因為我剛才有說 他們有根據嘛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他有根據他的說法是有根據 不是說這件事情是真實的有根據 他說 他說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這個說法是有他的背景的 我們來看一些建具啦 前途決議文 幫我打開一下那個PDF檔 民進黨的前途決議文裡面寫的 我們看一下那個第18頁 直接打第18頁 往下一點 往下一點 我們來看這裡 他說這段的他說 台灣是依主權獨立國家 其主權領域緊急於台澎金馬 及其附屬島嶼 符合國際法規定 我不知道這樣 這是符合哪一條國際法啦 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 稱為中華民國就是在這裡 前途決議文裡面寫的 任何有關獨立現狀更動 必須有台灣全體住民 以及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 這個就是他的依據的來源 民進黨的論述是這樣子 好 我們這個關掉 換一句話來講 民進黨其實他已經將 外來政權 視為自己的合法政權 就是就地合法化 就地合法 如果這個例子一開 整個國際社會秩序會混亂掉 流亡政府可以就地合法嗎 這樣 中國派那麼多人流亡到紐約 紐約就地合法 就變中國的一部分 派人去倫敦 流亡 倫敦就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的觀念裡面一定要有這個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把那個等於的線切掉 我們就能清楚地認知到我們自己的身份 是誰 流亡政權不是台灣的政府 再來 事頌的篤在我們的頭上 請說中國不說大陸 我們要用中國 不是大陸 以前這個 有一個 大學 我沒有說就是一間 但是那間大學 他很多中國來的留學生 中國來的留學生 台灣孩子說 你是中國留學生 結果那個 中國留學生 他把他起屁面 我覺得你很不尊重我 你應該叫我大陸留學生 你是大陸留學生喔 隔壁這個澳洲的也是大陸 他也是大陸留學生 因為澳洲大陸 這個美國的留學生 他也是大陸 美國大陸留學生 那種同學 所以 改用中國 不用大陸 這樣比較清楚 改稱中國人不用外省人 外省人的前提是什麼 我們舉例 我說你是外省 你是外省的意義是什麼 我是本省嘛 對不對 你一省我一省 你廣東省我台灣省 那我們都是同一個國家 那個國家是什麼 中國 當你說你 當你用外省人這個名詞的時候 你的前提已經預設 你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的書上的地方 我們的語言 我們都灌在裡面 我們把這個東西掏掉 所以請你用中國人 不能用外省人 不能用外省人 你有沒有看外省人這個名詞呢 我們是上海的車頭 說 鞅長的去一區 鞅長的去一區 他下過那條線 就變多省人了 鞅長的 鞅長的鞅長的 不對就去用幕了 那種叫多省人 那種各省人 那種同一國的嘛 所以對我們來說 他不是多省人 他是中國人 台湾就是本土台湾人 外国人 这样而已 改用西元年 不用民国年了 不如问过几岁了吗 你几年住了吗 那个年住就是民国嘛 对不对 不要听人说 问你几年住会说 我交合26年的 没人这样说嘛 对不对 这个民国年 民国的这个概念要去除掉了 所以用西元年 林东一中的政策 我们的思维里面要跟着欧美 跟着日本先进国家 全世界的先进国家 都认美国的所谓的一中政策 我们来跟上这个思维 你有同意吗 你有感觉 没有感觉 没有什么平安怪怪 不可以林东一中的 有 没有 没有 一变一国 我们来林东一中政策 我说给大家听 因为台独现在不承认一中 不认同一中政策 他有他的思维脉络 因为最近学运的一些学生 说去美国去旗家会 他就说 请美国放弃一中政策 美国一中政策 就是这样 联合国足出了蒋介石的政府的代表性 现在唯一代表性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就是一中 你不支持一中 不认同一中政策的概念 请问我们要支持两中 会变成这样吗 支持两中就表示有两个中国 他一中我一中 他一国我一国 一边一国是这样的概念吗 人家就已经没有生人中华民国了 我们把中华民国的新主牌 从本社堂挖起来 再挖挖一挖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我们这个东西 观念一定要很彻底的建立在我们里面 生人一定会怕 是不是 会怕我们去用通语 过期这样想 对不对 我问大家 过期我们有这样想的 有这种感觉 会这种恐惧的 什么人敢敢 朝政府 朝政府 我们会怕那种通语 对不对 我第二个问题要问下去 那个人是什么人 不是台湾人 你如果是台湾人 你绝对不会怕那种通语 你如果知道法例 你不会怕那种通语 那个人就是这个 我们偷人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中华民国人 我们偷人 所以 中国人要跟中国人通议 好书 不好意思 好书 我们要祝福 好书 我们太太把他扭后 等一下我们在扭后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统读思想的来源 他叫四五年的时候武装难民过来 武装难民 什么叫武装难民 他流亡 但是又带着军火武器 这种叫武装 武装难民 来台湾 他怎么全部都寄完来 不是吗 他不得意那种打 敌对关系 所以他走来 有一种是会怕 怕那种台 走来 有一种是 没有当中 他去菜市场买菜 那种后来 还是政策政策 说你买车就来 这种不愿意 也有自愿的 也有不得已 那大概就会分成这两种人 仇恨的 跟喜爱的 仇恨的 就会 仇恨共产党的一票人 这一群武装难民里面 有一群人是 是仇恨共产党的 但是有一群人是 国共一家亲的 没有关系 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所以基本上 他们会有分两种思维 但是仇恨也会产生 独立的那种思维 那国共一家亲的 就会产生统一的思维 当然他们来骗我们 打着统一的旗号 打着统一的旗号 但是这中间有台独的思想在 仇恨的 是中国人 国共一家亲的 他认为要统一的 也是中国人 仇恨的他就是要区隔 我万分年 或是说我嫉妒你 那我们就是有所区隔 仇恨的 跟国共一家亲的 来台湾这一群人他要团结 他必须要团结 因为台湾住满了日本台湾人 他必须要团结 所以过去掌握国家机器 不断的在洗脑你 在告诉你 我们是中国人 你也是中国人 但是实际上他对待我们 并不是如此 228事件的发生 大家以为是资源争夺战 不是 因为他仇恨日本 大家穿和服 讲日语 把台湾人当日本人杀 事实上我们是日本人 在国籍上 不是你的血缘 不是你的DNA 是这个国际法上面的定义 我们是日本人 那个时候228就是这样产生 然后再教育我们仇恨日本人 一辈的精英杀掉了 跟你的死生 万分 切你的死大 日本人 跟死生 下一代交成是中国人 这个就是殖民 所以中国人万分日本人 他来是因为台立 美国来占領 台立 台立 他来占領 掌控台湾的资源 所以国共对立的时候 他就说 国共对立我住在这里 我继续掌控 现在国共和解了 他就去签X 去签这个福茂 和解要签 什么要签 因为他跌倒去的时候 被限定在某一些范围里面 不用金门 马祖 平潭岛 被限定在这里 这一群对中国人来说 他是作乱的 不能让你在他的领土里面乱跑 被限定在那个范围 金门有什么特产 高粮 高粮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吃饭了 要做生理 所以为了要做生理 要先设法 我说的设法 不是中文那些设法 就是设立法律 经贸的一些法律条约 或者是协议 那这个法 这个协议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EGFA 福茂协议 这些东西 所以仇恨的会产生独立思想 因为他要脱离中国的追杀 来这就带得很好 把我们剥削 把我们奴役 把我们奴役 把我们去做兵 把我们求税金 他跪得很好 他是怎么回到共産的国家 但是国共一家亲的人 他觉得我没差 我想要统一 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所以台独的思想从这边出来 当他们感觉他们要跟中国做切割的时候 他们要鼓吹台独 骗台湾人 跟他们站在一起 人多示众 跟我们洗脑鬼说 你们也是中国人 我们仇恨共产党 我们不想要跟他统一 所以我们要切割出来 变成独立状态 所以被占领了69年 台湾人恨统一 我们恨的统一是 那种中国式的统一 今天这人人跟你说 我们来跟美国统一好不好 不是很好啊 对不对 不然我们跟日本嘛 好不好 也很好啊 不然欧洲选一个比较漂亮的 荷兰 过去我们也是同一国的 好不好 也是很好啊 如果跟中国的好不好 不好嘛 是怎样 你过去仇恨教育 就跟他们讲 共产党 很党的啦 文化大革命啊 斗争啊 他们就最后来去投 你看这几年的 选记就是斗争 红三军就是红卫兵 那都看得到的 人家是民主 那都假的 所以统独 独统的前提就是什么 一个共同的国家嘛 对不对 你要独立就是 从一个国家独立出来啊 不然你会叫独立 你要统一就是统一成一个国家 所以统独思想的来源就是 一个国家的前提啦 那一个国家是哪一国 哪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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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啦 所以统跟独都是 前提都是建立在 一个中国的原则啦 所以不然再 台独啊 台独的思想的来源就是这样啦 我待会再把这个 所谓的独立这个概念 大家说得更清楚 独就是从一个国家而出 统就是合并回一个国家 台湾有三种人 台湾人 想要跟中国统立的人 再一种 想要对中国独立出来的人 再一种 回归国际正常化的人 就是在座的大家啦 就是各位 因为我们按照国际法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国际地位 正常化 我们有一个国家的位置 我们慢慢的走回去 先恢复美国 来这边的这个 占领全国的真实身份 到时候解除占领 我们会有一个路可以回家 台湾民政府没有支持台独 甚至反对台独 台独没有路 no way no way就是路 位就是路 也就是人家说没有办法 为 没有办法 没有法 国际法 没有保障 可以倒回去 台独没有路 就是在指这个 台湾人自己最最独立 我大家分析出来 自己想象的独立 公投路线 都要说道的 依照联合国宪章 什么说道的 这 经过一百万人的 身份将办理 国家的选择 用台湾选择 台湾租款 所在台湾人 成立国民议会 拟定宪法草案 成立临时政府 举行台湾著名自决公投 台湾独立 这是国籍宣誓会 它也是招提之外 这部哪会通早就通啊 哪会通早就通啊 这部哪会通 高雄官就能处理 有超过一百万人 对 为什么要一百万人 兰羽你知道吗 兰羞啊 人家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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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力差不多两三千人 要这样的生 生就生不到一百万人 就没有到独立了 第二种公投路线 需要全民公投的 台湾已经租款独立了 需要全民公投 主权已经独立了 你要公投什么会 主权独立要公投什么会 你的公投议题是什么 统一吗 这个公投法 还要经过中华民国 给你通过 记得前几天的新闻 13人否定12万人荒庙聚 就是联署 12万联署 13人否定 这个公投的效力 中华民国有可能给你公投 要跟我们算的而已 我们参谋这些所有的 宣企和这些 这些团队外团 都是在跟我们算的 来 第三种修宪路线 台湾已经实质独立了 取得修宪 修宪取得法理独立 建立台湾共和国 修谁的宪法 中华民国 拿ROC的中华民国的宪法 可以把它修成台湾呢 任何宪法都可以修成台湾不是吗 如果ROC可以修成台湾 为什么不拿美国的来修 为什么不拿日本的宪法来修 偏偏拿中华民国宪法来修 因为他把中华民国等于台湾 他认同中华民国是一个合法的政府 那如果宪法可以修成台湾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修成日本 还是修成美国不是比较好 泰德哥修成台湾是不是 还有一种流亡政权就地合法的路线 透过公投十万人连署过门槛 公投成为像瑞士的中立国 好不好 我们不错哦 中立国跟我们不错 什么叫中立国 你看UN的网站 一个联合国的网站 中立国 你打下去有 Member State of the United Nations 就是说联合国的成员 你打这个N 打下去 S 你打下去叫Sweizerland 2002年10月9号 瑞士他是中立国吗 他2002年他就加入联合国了 2002年他就加入联合国了 够有一个中立国啦 梵蒂冈啊 梵蒂冈为什么没有加入联合国 梵蒂冈主教公了 我是上帝的代言人 教皇啦 说上帝的代言人 在地球上的代言人 全世界都是上帝的 我是代言人 那当然是我管 我加入什么联合国 这联合国要来加入我才对 不是 我说这个观念 那是一个概念啦 可能教皇没有这样讲啦 它是一个概念啦 全世界全宇宙都把上帝创造的 为什么我要加入联合国 我加入你就是你比我大呢 对不对 所以中立国 中立国是这样啊 有人敢打梵蒂冈吗 有人敢侵略梵蒂冈吗 不可能啦 梵蒂冈在哪里 罗马嘛 那依照中国人的思维啦 过去历史曾经是他的领土 永远都是他的领土 那罗马人可以说 整个欧洲都是我们罗马的领土 因为我们罗马帝国 曾经打遍欧亚非 是不是 那叫中国人一种公威思维 那是很狠的啦 没在照国序法的 如果真的罗马人这样讲 那叫欧洲的人排斥 瑞士都加入联合国了 我们凭什么要说我们中立国 你不能看瑞士是中立国 中立国就是说我中立喔 如果跟你打呢 我中立呢 你才能把我打 不是这样耶 中立国是全民皆兵耶 我中立喔 你才把我打 不是这样 我给你打 不是因为你中立 是因为你是桃园 不是 这说笑话啦 公投成为中立国也是一种台独啊 他也是一种台独不是吗 游王政权就地合法的路线第二种 透过选举 那选举要搞了喔 这边九合一嘛 大家知道九合一算啥 九合一的 参举会让我们台湾 了很多钱 台湾人民了很多钱 政党不断轮替 也说透过选举政党不断的轮替嘛 然后让绿营执政二三十年 台湾就独立了 这就地合法这种 哪有可怜 以前才30年也不变航空母舰 因为那是制度的问题 不可能你执政二三十年 就变台湾独立了 就地合法 就地合法 流亡政权不得就地合法 这是铁责 因为这如果一通过 可以这样的 任何以后发生的流亡政权 都可以就地合法 这就是国际惯例法的原则 惯例就是说 有一个雷先 建立起来 以后如果刚才有什么问题 用这个雷做基准 照雷下去 所以这个流亡政权不得就地合法 这是铁责 它是不能被打破 一旦被打破世界次序就乱了 被打破就会变成 以前拿破仑之前 那时候 生责生贏的混乱局面 后来这些国际法都够了 簽什么合法都够了 独立的前提 要先知道自己是谁啊 所以 我们如果有台湾首相 或是说我们有台湾的朋友 我们问自己 问那些朋友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 你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你为什么要独立 我要从我家独立 从我爸爸妈妈的家里独立 前提就是有一个家 我的原生家庭 我要结婚或是要外出工作 我要从这个家庭独立而出 这个就是前提 独立的前提就是 处于一个国家的状态 那属于一个国家的一部分 这就是独立的前提 从母国独立而出 从母国独立而出 这是加拿大的领土 右边紫色这一块 是魁北克 魁北克不是炒着要独立吗 他有很多资源 有很多资源 他要独立 他要独立 从加拿大 这个国家独立而出 才能成为一个魁北克的国家 这样子叫做独立 不可能说独立 独立我就站起来 为什么独立 不是 再来 苏格兰最近要独立 对不对 苏格兰是哪里 这英格兰 这北爱尔兰 这苏格兰 它是大英联合王国的一部分 女皇同意 你自己公投吧 你自己公投 你要不要独立自己公投 女皇同意 因为你是君主制的国家 所以他从这个国家里面 独立公投 再来第二种的独立 就是你是属于一个国家的殖民地 从宗祖国独立而出 宗祖国 那种殖民 我们的宗祖国独立而出 印度过去的宗祖国 他是谁殖民他的 英国 所以他从英国独立而出 可是他又加回到 回去大英国邪的体制内 他独立之后 他又回到大英国邪的体制 所以国家的制度 和国家的国家 国体 政体 那是不一样的 次的问题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不是 我都会说 我出国有护照 我也有身份证 我也有钞票 可以兑换美金 你为什么 我也有国旗 我也有总统 我也有参计 我也有武器 有军队 你为什么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一切开之后 台湾就不是一个国家了 当我们绑在那上面 我们会以为我们是一个国家 事实上他也不是一个国家 有人说 人体的影子 我们不要去游艺场 玩弹珠台 你们想要拿贴币 要是拿账钱去玩家 你账钱 撸就会走 不走 增钱换账钱 换代币 代币才会运作 你要想象 这个游戏场 已经扩大到整个台湾 这样子 我们就是在这个游戏场里面 我们用了中华民国的代币 在玩游戏 玩了69年 有吃有喝有住 生老病死都在这里 被关在这里 那我们还很高兴 这是一个国家 台湾不错 你跟那些人币开 台湾不错 没台没钱 你做什么的战争 通议要做什么的战争 台湾如果是一个国家 美国说了 反对台湾公投入联合国 你注意看这里 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 需要国家地位的国际组织 包括联合国 需要国家地位 不支持需要国家地位的意思就是 你没国家地位 台湾没国家地位 你不用加入有国家地位 需要国家地位资格的国际组织 不可能 所以我们加在什么WTO 那些都没有不具备国家地位的 需要国家地位的 台湾如果不是一个国家 那不是什么会 是什么会 是美国的占领地 美国的占领地 美国的占领地 台湾是殖民地吗 这就是我们要问台湾人的问题 台湾是殖民地吗 如果是喔 如果是 那我们的宗主国是什么人 殖民地 就是还没变成领土的 就是殖民地 还没变成国土 那当我们是殖民地的时候 我们的宗主国是日本 那我们独立要经过日本 天皇的同意 那现在战争之后 会产生一个问题 那个 旧新山和平条约签约完之后 日本放弃了台湾的管辖权了 那我们如果是殖民地的话 我们就会不受这个日本的保护 那我们是美国的占领地 当美国撤军的时候 我们变成五祖 五祖地 那五祖地呢 两条路 第一条 我们可以所谓的公民自觉 依照联合国姓章的公道 宣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 任何有侵略性的国家 都可以进来 先占原则也让侵略 而不受谴责 他也让侵略啊 所以那个东帝问 他本来就是这样 他的宗主国就是西班牙 后来他说他要参加独立了 结果印尼就侵略 印尼要把他并吞了 那我们会遇到这种问题 独立四同战争 那就是这种战争啊 那不是殖民地啦 那不是我们是什么 那要为国独立出来 台湾根本就没有一个路 可以让我们独立出来 不可能啦 就是说没有那个方法 那我们的祖国是哪一国 大日本 那现在是小日本 祖国的定义是什么 祖国的定义 不用想太多啦 很简单的定义 小祖国啦 祖国阿公小祖国啦 有人说 再过咧 太祖咧 太祖套国 称国 称国那不是国 他有在这世世宪宪法 我们现在说那些国 是只有经过有制度 国地理 有实行宪法 有做这些 这些国制法 慢慢地把我们的土地 的主权建立起来 的这个国家 就是日本啦 就是日本啦 我们在说的是这种 你说再过 我才知道 我的开机座 冥条 组破 我也不知道组破 真的假的可能假的啦 那时候什么国 台湾地国 是不是 中国 到近台口的中国 过去都不是啦 什么条 就是什么国 我们就那种评 过去电信公来说 汉贼不良力 我们是真痛的 我们要反清复明 电信公来的时候 已经是清国的时代了 还要收起来 还要反过去 不然刚好 六十九年前 再来一次 我们是真痛的 一中国人 汉贼不良力 我们要反攻大陆 历史重演了 我们被骗两次 四百年来被骗两次 骗到 溪落落 他累累了 来 请新闻情 有没有请的请他手 台湾新闻情 有喔 你有去扮这张吗 这个政党 这就是法律政党 就是要有这种文件 不是大家国家都有的 日本在地理台湾的时候 经过户口这个调查 扑扎 把我们设计 这就是管理的制度 这就是一个文明 文明制度 所以你看这些 都有很多资料 很多人没有办事 都不知道说 会让我们祖先有这些资料 对不对 19800年 龙猫的这个动画 是一个日本人 动画师 公崎骏 他画的 这一张也要打 二楼 土土楼 土楼就是那个 龙猫这样 这张片里面我去看 因为我女儿最近很爱看 我发到 诶 是怎么有很多的画面 竟然 勾住 我们 过去的回忆 所以 下边这些送品 大家回到小时候 我带大家回祖国绕一下 这些人穿什么三户 你们小孩怎么穿过 有喔 你还没记起来 你小时候穿过 有的人有穿过 有穿过 我去手看看 OK 这个人也是 这个小孩穿什么三户 这是我本人 这是我本人 我穿过 我老公也不是哈日族啊 我老婆也不是哈日族啊 我老婆也不是哈日族啊 为什么帮我穿这个 因为我们过去的习惯性 文化已经都是日本人了 所以才会穿这个 这也不是为了我定做的 你知道吗 这是 喔 十八户 第一大户 第二大户 什么 团团团团团团 就住我了 以前的山口都这样搞完的 对不对 有看过这个吗 这个叫做文明 不用一个汤子 放下去 穿水起来 不用 这个叫做文明 这叫做胖部 还是说水贺肉 利利的 这古石的 古石的 它要对上头倒水下去 水里里就掉下来 新石的 不用了 空气就利利的就起来了 客家大院里面有了 现在还有了 汤塑 汤塑什么会做的 什么茶 哪里来的 对 荒野鸡 不是荒野鸡 Snow鸡 就是张木 块木 叔叔鸡 那个木就是鸡 如果鸡就是唱鸡的鸡 你就知道怎么鸡了 那是我最近开始 要讨我们的国鸡 慢慢领悟到的 看卡通学日文 学我们的国语 今天在汤塑里里 弄一个蜜蜜蜜 我们小时候的汤塑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它是很漂亮的一个设计 它是很漂亮的一个设计 雕花的 过去 有要掘柜蜜蜜蜜蜜 有掘柜蜜蜜蜜 有掘柜蜜蜜 请你尝 某一盒电文拍 就乖乖的 早上起来又计计的 收到汤书 对不对 年轻人没有这个经验 因为你们已经现代了 都有补文灯了 可是你们有看过 哆啦A梦吧 那个大雄的房间就是 就是这个 哆啦A梦住的那一个 里面那个就是汤书 那个就是放棉被跟放蚌打的地方 为什么 来 这也是 你看 为什么会放三户在旁边 寒冷 早上起来会冷 三户放在米酒皮里穿 以前有没有 公车 有一个车匠 以前小孩跑去 整船都跑出来吹 有没有 现在小孩跑去 什么人搓他 报警又找不到 以前有乘过这张车吗 有喔 以前 这张车是差不多一台车的概念 可以载火载人 做生理 所以你看这张车后 载一个软枪打 就能买了 对不对 这种的嘛 我坐后边 车给电器打到 有没有 有那个旗帝 谁给他手 好 大家都有打过 你看 打过一次 打过一次 大家腰座 胸都开开 都不敢夹下去 对不对 注意看 这个是叫做武车 那前面不能说 空名车 空名车 那个中国的事先把它拿掉 田中 就是田中 不能说空名车 拿掉 这种 替购 还是说 踏踏车 以前还有败 有败 有败的就是说 以前有管制 以前有缴水 有管制 文明的国家 不才有法律 在管制 如果没有文明的国家 有法律 你就拿钱 就可以改变法律 就叫做 没有文明的国家 以前的车 有让孩子站起来 有洗一台 没有嘛 你们是怎样 骑下车 就是这样站的 对不对 因为脚软过 带来带来 因为不够大 你就坐不上去 带来带来 看人家 不好动 又跳来用卡动 对不对 都这样骑下的 过去 冰冬车头 冰冬车头 你注意看头像这个 放下车的 捷运 捷运什么时候有的 台北捷运 淡水线 记得吗 1999年 921那当 开通 那时候才有脚踏车架 日本时代就有脚踏车架 有文明吗 追随概念 对不对 你说环保 那时候如果要都骑下车 所以 我们一个 各文明的国家 各文明的人民 给各文明的来 把我们贬任 把我们通知 靈地 洗脑教育 到今天去看多少次 这叫做阿祖的国 这样就带我们回来 我们阿祖的国的感觉 好不好 所以其实 我们就是日本人 我们的国籍 我们的国籍 我们想问 要怎么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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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逃脱 甚至 这么大堂 整个台湾 要怎么逃脱 你如果是用逃脱 那不会去战争 是不是 台湾 会因为 日本要逃脱 日本跟中国打一个战争 那有 没有啦 日本打 中国是在打 甲乎战争 并不是因为 要争取台湾 产生的战争 是因为 战败之后 千国就说 那 那 那三马帝 帮给你 殖民地 就可以切割 所以是日治 日本治理 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祖国 我们祖国 以前的那个 现在还是 君主自宪的国家 这有看过吗 我才用这个 介绍君主自宪 因为用这个 图像式 类比式 大家更容易了解 但是 它不容易精准的描绘 但是 它是一个概念 这样想 整个机器人 铁金刚 就是一个国家的意思 国家机器 一个国家的意思 它上面有指挥庭 这台指挥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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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政府 政府控制整个国家机器 这就是政府 政府来坐一千人 这叫做君主 这样容易了解 那君主坐在政府 坐镇在政府里面 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 手脚就是我们人民 这个国家 就是有我们人民 有君主 有政府 得了就是宪法 就是宪法 宪法是一种武器 宪法 这个时候 下官条约之后 就属于日本治理了 这种 就是条约 看这种条约 这些 君主制限的国家 跟君主制的国家 他们签条约的时候 他会列国家法人的名字 不是名字 国家法人的名称 国家法人就是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他不会说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光绪皇帝 他不会这样下 因为光绪皇帝是那一个时期 那一个皇帝的名字 他就下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所以他这种条约就是对签 对签你看这条约 委托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委托李鸿章李靖芳 大日本大皇帝陛下 委托伊藤伯文 路傲宗光 他们这个皇帝 会受冠这些人 会受冠这些人 会受冠这些人去责役 对不对 受冠这些人的权力 可以高过皇帝吗 不行嘛 他不能乱签嘛 当然 就先协商过嘛 不可能乱签嘛 日本通敌官吏 战争法要经过征服 那个时候接受 下官条约接受台湾 刚好西半部而已 东半部没有了 那不才会发生这个 因为要征服嘛 全面征服的意思就是 全面征服之后 这一个土地 再也没有反抗势力了 然后可以实施这个皇民化 他刚才我说国家机器 有一个人民有吗 这殖民地也没有你的人民的 你皇民化之后 产生认同你这个国家制度的人民 所以皇民化就是 你协议宜 穿和服 日本的生活习惯 你慢慢变成认同这个日本 所以你就变成成民 认同 但是其他人没强制 不是穿给你抗来说 你就要跟皇民化 所以高沙益勇军那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间点曾经出征 出征 益勇军就是 他不是那种义务义的 他是招募的 这个人在打的 招募的 穆兵 他是穆兵 不知道在这个时间点 1945年的4月1号 颁布了这个招书 招书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 用政就是天皇 深感欣慰 基此特别赋予朝鲜和台湾的座民 加入帝国议会议员的行列 一个土地上面的人民 可以参加他们政地的议会 这样 表现什么 他是那个国家的国民 是那个国家的臣民 就是日本人了 这个行线 行线之后 这个整个领土 就变成他的国土的一部分 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有这地方才有台湾民政府 不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我们可以参政 我们是臣民的身份 我们可以参战 不才有我们去参拜靖国神社 我们的先别 为了我们的祖国 祖国 祖国将他 供奉在靖国神社里面 才会有这些事情 所以这一 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脉络 你就慢慢知道 我们的新婚是什么 他若不是日本人 他就不用拿在这国神社里面 对不对 所以台湾不需要独立 台湾唯一的问题 台湾的人不知道他祖国是什么 所以要独立嘛 就跟你问说 你的祖国是什么 问祖国做什么 独立就独立问祖国做什么 台湾人的思想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 要独立的人问说 否则你的国策是什么 台湾人因为 战争之后 那个 旧纪丹和平条约 的放弃之后 当然经过很多事情 经过他把我们变境 我们的国籍 以至于 台湾人去靠美国之后 率变成 美国知道说 啊 原来是这样 你没国籍 没国籍是这样 所以我们只要尊修国序法 回归正常化的国家 我们再来看这个独立公投 我们再来思考 什么叫独立公投 我们看一下那个案例二 好 好 那时间怎么拉到 三分之二的地方 OK 一位一张 五位九十秒 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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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变过来 之前没人知道他为啥 他变过来 变成啥 一个人 那什么人 我们play下去 就是这个评审 这个评审 这种叫做电斗 电斗 好 关掉 我会作一些音频 给我们 启发一些观念 这音频在说什么 改变观点 你有新的看到 今天大家愿意来这里 你们愿意来到这边 你们都是愿意改变观点的人 不然你不会来这边 你只会在家里说 民政府也只是台独论述的一派而已 也只是一个政党 也只是一个热心爱台湾的人士组成的团体 生活就只有这样而已 但是你听人说 也会怀疑过 对不对 听亲人朋友跟你接 跟他说 中国 国民党 国民党 跟他说他的照 那种疑问 对不对 但是你来 慢慢接受国政法的观念 我们就慢慢接种 我们的力量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有一步 有一天 会怕回去我们来的危机 克里米亚就是乌克兰 最近俄国入侵 开始在战争 克里米亚就是这一块 会缺这一块 整个白色的这一块就是乌克兰 克里米亚公投不合法 欧盟说不合法 他今年的三个公投 投票率超过八成 这叫欧盟说不合法 不然要几成才合法 我问大家 要几成才合法 其实跟陈述没有关系 合不合法是制度上的 我们看他的人口比例 乌克兰义的24% 俄罗斯义的58% 达旦义的12% 这达旦就是中国特首给我们教的 有一群人叫达旦 不是就算啦 土爵 中国也是说土爵 有一群人叫土爵 土爵也好不要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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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也有一些脉络 所以欧洲 欧亚那一个区块的人 所建立的国家就是有这些人 那照这个人口比例 我说这是这个 它是不合法的其中的一个条件而已 一个条件 靠这个人口比例 我们套用到台湾来 中国人占24% 头脑里面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台湾人 中国人的台湾人占了58% 本土台湾人12%就是在座的各位 有申请身份证 然后我们这一群人 全台湾的人去公投 谁赢 谁会赢 中国人会赢 因为多数人认为他自己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那他就是中国人 因为这个洗脑的过程很严重 97%的选民支持克里米亚 从乌克兰独立并加入俄罗斯 请问他是统公投还是独公投 统公投 你认为是统公投的请举手 放下 你认为他是独立公投的请举手 这一种议题他要设什么公投 他怎么公投 题目是什么 就很 对他到底是要怎样 那我们从 多重视角 多重视角来看这件事情 乌克兰 反对克里米亚 独立 谁支持克里米亚独立 好 这个概念记起来 克兰 克兰的下一站是什么 回归俄罗斯 克里米亚独立的下一站 回归 就是统一 来 这就是他的下一站 谁在支持克兰 他都好说的 俄罗斯人 这个概念 欲勤统一台湾 顾重支持台独 所以他刚才说的 台湾民主国 什么人支持的 大清 大清 他设台湾民主国 目的是为了做什么 不是要回归 成属于他 他也要用一个大清联邦 或是什么 共和国 成属于他 他也要操控 因为那时候要整排 也不需要给你帮出去 就给你设一个 所以是谁支持 台湾民主 国独立 这些人都中国人 对不对 他们都支持台独 大家知道吗 如果你上网去给他查下去 孙文 他说 台湾的中国同胞 被日本压迫 台湾的中国同胞 被日本的我们压迫 我们必须鼓吹 台湾独立和高丽的独立运动 互相联合 他们很清楚 台湾人洗脑洗得不清楚 中国人要独立的 不是台湾人要独立的 但是我们去给他们 牙香对白 这也有 蒋介石 总理以为我们必须使高丽 台湾恢复独立自由 才能巩固中华民国的国防 周恩来也说 毛泽东也说 因为在中国里面 都一直向殖民 清国殖民 元朝 都向殖民 所以他们殖民到他们很不爽 他们想要独立 建立一个 他们中国人的共和国 他们想要独立 这个独立思想 就一直散布在 他所到的地方 谁在支持台独 刚刚那个推演下来 所以今天去台面上这些人 要好好去了解他的背景 台独的下一站是什么 这就很可怕了 对啊 下一站了 我们都叫台独 就是独立 因为独立必须战争 发生战争 发生冲突 独立 除非你是在一个国家的状态 殖民地要独立 一定是发生冲突的啦 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啊 所以美国跟英国打了一仗 美国才独立啊 对不对 如果你是国家的一部分的独立 那要经过公投 所以公投是什么 独立是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战争 这个观念我们一一的理清楚之后 我们就会不会盲从 台湾人对资讯麻痹啊 我们看案例3 我们看案例3 有民众认为不合理 因为手上拿的 明明就是台湾护照 填写申请表示 却要更改国籍 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 因为电脑系统分类 金门麻祖属于福建省 民众拜美签十 国籍才会归类China 好久以来有这个 这个社局不是他们 因为金门就是在不坚强 所以呢 好像每一年就 有这个问题 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 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 只是金门麻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 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 答复不可思议 TV新闻总和报导 解读得出来吧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那个三 另外一个类似的那个 我要告诉您中华民国护照 现在居然成了抢手货 由于全球有129个国家 给予台湾免签证的优惠 就连美国也给了台湾免签 使得中华民国护照 现在抢手到连人对岸 中国大陆的民众都开始 纷纷写信咨询表明想申办 据说这信件有如雪片一般的飞来 喜欢台湾吗 很喜欢很喜欢 很礼貌很能性的是 有 如果您一言我一句 说中华民国护照 能到100多个国家都免签 现在还有对岸人民想移民到台湾来 大陆的邦交国有171个 可是只有20多个国家给它免签的待遇 所以最近我们外交部收到来自大陆 一百多位大陆人民的申请 希望能够换中华民国护照 马祖宗喜之姿 说连大陆人民都封台湾护照 好 这位管理 这两个新闻你要比对 我很多东西都对照性的你看 这两个比对 前前那个新闻 金门议员说 不能因为金门属于福建省 所以国籍就写中国 不然请问要写哪一国 要写哪一国 FREE CHINA自由中国 金门就是福建省 福建省是谁国家的领土 当然金门那一块地上面出来的人 国籍就是中国 AIT人员去这里问 好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 电脑错误 外国人都很清楚 AIT的人都很清楚 台湾人看这个新闻看不清楚 好久以来 好久以来 感情的台湾人都走出来了 好久以来 对我们真正是很不好 或是怎样 就有点感情的位置 吃饭吃饭 洗下生苦的买惯 走一睡 看这个新闻就变成这样 前前那个新闻说 台湾护照 免签的时候 中华民国护照 何康的 中华民国 派护的 台湾 什么派护的 你看 他给我们歧视 说我们的国籍是中国 派护的 所以说台湾 明明拿的是台湾护照 为什么上面的国籍是中国 新闻就是在这里在把我们洗脑 后面呢 给中华民国免签 不是 是啦 给美国占领定台湾美签 是这样啦 是免签是在说这个 也不是免签 他也是要电子签 免面次 因为在那个时间点的前一天 我刚才去美国 扳四五千块 签证 看见那些人员要够不去说 你要去滤油的 你不要用文 他说文文 你要去滤油的 你听不 他当作你说 你去滤油的 就把他抖过 现在没面试 没烦恼这样 所以你看到新闻 你不一定看到的 当然对资讯是麻痹的 我们不一定看到的 中华民国的军队在猜测 金门要猜军 我刚才没说 中国人很喜欢羞耻 说得很漂亮 裁军裁册 他说我们要发展观光 所以我们不需要军队 琉球有没有人去观光 有吗 那边有没有美军 这就赌破了 限制部 裁册 海军陆战队 阿帕契 买阿帕契知道 还有一个尺导 对不对 交集嘛 这都阿帕契 军队在裁册 为什么在买武器 奇怪 我公司裁完 裁一半 但是我扩床 买机械 买手 你觉得很奇怪吗 军队在裁册 为什么要买武器 谁在买 谁付钱 买给谁 这个我们要去问 但是记者不会去挖 因为挖太深 手会被剁掉 所以你注意看 那些新闻 刚才那个新闻 他问AIT人员 AIT说 长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 甚至另外一个新闻说 AIT说那个是电脑出错 他在敷衍过去了 他问外交部 外交部给你印一句话说 我们还要再研究 研究下去就没了 台湾人说 他有给我们正式回答 很有礼貌 他要再研究 这样放骗去 你知道吗 因为还查下去 台湾的新闻地位就走出来了 眼不见为平 大家有看到 你哪里有这么拖子吗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 请给他手 没有看到 不好意思 你没有看到 里面有这么拖子 请给他手 在这里 在这里 惊讶吧 里面有一只猫头鹰 里面有一只猫头鹰 大家有看到吗 在哪里 哪里 哪里 这边 这里 这边 这个 不是啦 是这个 这个 不是这个 是这个 上面这个 他的头在这边 来 这样子 这样子 看不到 不表示不存在 要跟我们说 这件事而已 看不到 不是他没在那 是因为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看 还是说 我们明明有看到 但是 我们解读不出来 台湾民间富工日蜀美战 美军还在占领台湾 你看看美军 有想要看吗 有 这么小 谁 有 来啦 我不是直接让你看美军 你要去看新闻 你把它解读出来 我今天去说解读解读 你把它解读出来 你把它解读出来 我们看一下案例4 这来牵涉到美军 在2006年的时候 其实美军 他们内部也是 这个后勤管理体系 也是有一些问题 结果他们错把 四枚 这个叫做义勇兵 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 其实义勇兵 是可以装核弹头的 的弹头 它叫锥体 就是飞弹的最前面 那个弹 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 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 我们那时候本来 是跟他们采购 是直升机的装备 那也不打紧 你送错了 就送来 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 这个行情处 一个基地里头 库房摆进去 摆了多久 一年多 没有人发现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发现送错了 没有人发现送错 我们有弹头 对对对 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 放了一年多 放了一年多 一直到2008年的3月 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 少了四个弹头 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 我们国军的库房的管理 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 反正这什么东西 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 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所以就摆在那边 摆了一年多 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3月 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 三更半夜 派了一架军机 降到台中清泉缸机场 半夜 没有人知道 那这个事情 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 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 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 当然应该知道 没有通报 也没有通报 我们基地的这个联队长 也没有通报 那雷达什么都没看到 你听我讲完 你听我讲完 所以这个 有去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结果这个事情 就是后来 AIT的官员 在透过军中的 所谓联二系统 情报系统 因为跟他们很熟 就跟他们说 你们库房里面 有四个东西 是运错的 那可不可以 让我们再回去 就派了这个 上面是挂这个 外置的这个车子 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 然后就把这四枚蛋头 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缸基地 然后飞机就飞走了 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的这个代表 才跟当时的部长 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 叫蔡明仙 才口头跟他报告说 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蛋头 载走了 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 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 好 对 这种新闻 在去年7月7、8月的时候 我太太看到 她跟我说 我快去上网找 就把她下载下来 这个新闻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说 你要去解读的 这个记者说 没有人知道对不对 没有人知道 他为什么知道 这一定有消息出来 再来 美国的一台军包机 可以下来清泉缸 不用通报 表示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我美国占领的 我什么时候进来 我要通报你干嘛 我宅念 可是有一个问题 清泉缸的机场 跑道24小时都空的吗 不可能 每一台飞机要下机场 一定要有塔台联系 那塔台联系 一定有人跟她说 哪一个跑道可以下来 那表示有内应人员 在某一个编制内 但是我们不知道 他可能叫做第几重队 但是我们被骗了 这边有没有人超过69岁的 这个是大人 这个是大人 我们的阿嬷 阿嬷 我们 多一四人 不知道美国跟我们占领 为什么呢 这是民政府 这个任保障 去设计政法 慢慢把这些东西搂出来 原来是这样 没有 他下来清泉缸 开一台外置的车 到台南机场 台南机场 随便可以让人家进去 如果他没有内应人员 然后他说 两个追题 义勇冰 洲际飞弹 它是美国最大的目的 因为我上面看 Discovery 它里面有介绍 十大美国最昂贵的武器 第一名就是义勇冰洲际飞弹 它是长城飞弹 洲际就是我们不会很大的 这个飞弹它很贵 它两个说库房 查不清楚那个帐 然后不小心运到台湾 好可能不小心 美国这种核弹的东西 可以不小心 你注意看的时间点 在总统大选之前 运走的时候 是总统大选之后 所以 所以 每次 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 为什么美国都要派两个 真厚厚 为什么 贬任地 贬任地 我们要他的贬任地 不然美国为什么不派两个 航空无干 走去北京头前 如果不是他贬任地 美国可以让 塞军包机 再两个核弹头 下北京机场 不可能 这边是他控制的范围 控制的领土 所以他提升他的解读能力 得得自我超约 我们看一下案例5 他这个是一个折纸的恐龙 用镜头看的时候 他好像是立体的 可是他是纸的啊 他招他会上当 你才看他都会对你的 警察头上当 好我们快一点 转到后面去 再快一点 转到那个大支的 你看这最大支的 好 暂停 暂停 有看到吗 他是凹进去的 对不对 他是凹进去的 好 观看 今天影片观看 今天鸭平安公 这个恐龙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啊 可是他为什么会动啊 他假的为什么会动 错觉啊 我们把这些错觉 我们把这些动作 是凸出来立体的 我们要跳脱受限制的角度 那个镜头 如果没有超过那个角度 你永远不知道 他是凹进去的吗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在看 中华民国给我们的东西 流亡政府给我们的新闻 我们要超越角度 他给我们的教育 我们要超越角度 跳脱这个限制 没有充分的资讯 就不知道什么叫炼狱台湾 活在炼狱当中啊 炼狱不是民间府发明的 是我们的判决书 美国在判决书里面 寫说台湾人活在炼狱当中 不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东西 政治炼狱台湾就是在这个迷宫里面 走来走去 撞来撞去 说为了爱台湾 撞来撞去 政治炼狱的轮回就是这样 政策议题炒作 政策议题 要给媒体炒作 抗议游行 政治解套 政治收割 就这样一直轮 所以洪宙秋军中人权案 媒体炒作 抗议游行 白三军 要过一天后 政治解套 政治收割 先让他们的家属原谅了 再来学运政策议题就是福茂 议题炒作 然后抗议游行 50万人 黑三军 政治解套 王金平出来解套 他如果没解套 今年年底 失败了 流亡体制就是都 我们在这些空间 在这些投票都是在政治恋狱当中 第二我们在除去刻板的印象 我想时间不够 我们不要看 除去旧有的思考认知方式 很多东西我们一看到 我们都用我们过期的经验 你稍微把这个过期的经验先放下来 我们看看用新的角度来看 今天不投票 明天没票投 我们连选记都不抗议 你今天没投 你没参加政治 以后你都不用参加政治 你没法度参加政治 因为我们共同意 炼狱就是认同参与流亡体制 选举 平凡式的选举 分钱式的选举 应该你们长有说过 投一票后多少钱 两百三个金钱怎么来的 没有根据 我知道你说税金是金钱来源 根据什么说这种话 对啊 你那个根据是什么 你是听人家说的吗 不是了 来根据在这里 根据在这里 我帮大家查好了 以后遇到问题 你就可以用这个答案 选钱是神圣的一票 选后可以从你口袋拿钞票 他不是传说 他是有法律依据的 这一个 他立了这个法 形成了一个赌博式的选举策略 四十三条条文 这 政党票每票五十元 每年每票 所以你立了四年一任 每年每票每年每票 你哪里那个政党 他不是要超过百分之多少 这边有写吗 百分之五 就是说你一些 大型的选举策 你看一些一般的政党 一般的政党 你没听过吗 我以前没有听过绿党 说你要逗我超过五% 每年每票五十元 再来三十元 你注意看这 当选在一人得票 达该区三分之一以上则 当选在两人以上 得票达该区二分之一以上则 补贴竞选费用 每票补贴新台币三十元 每票 所以我们去投一票 就当于我们的口底 三十元出去了 很多人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来民政府知道 原来这么多人要选举 所以今年九合一 掌新闻说 一万九千七百几名的好专人 好专人定期要来 要来做这个选举的大游戏 来九合一选什么 直辖市 直辖市议员 县市议长 这九合一 一票都三十元 九三二十七 无论你在什么关市 如果大家都去投 所有人 你能投的都投 一票 算了就是这样 这是因为 你不可能 你会给这是直辖市 又是县市 这是分开的 但是 我用另外一个例来看 我们看直辖市长就好了 2010年五兜的选举 台湾人民失去的钱 2010年五兜 台北市 新北市 这五兜在这里 这就是他市长的名 选举票数 我把它调出来 你去中选位 都调到这些资料 50%嘛 50%以上二分之一 对不对 你乘以30就变成这样 二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两千多万 三千多万 两千多万 就是这样 咖啡 跟我们招 这个2010年的市长的票数 他就要补贴他们一亿 两千多万 这样好谈吧 好谈喔 不然我们来算计说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台湾人让我们选去 选去 还跟我们的 我们的平方市 又用北市 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面 已经被剥削了一次了 然后选举又再一次 隐藏式的剥削 我们却不知道 所以今年的中秋 我们的里面 扮一个大聚餐 他说一句话很完美 他说 大家是不是 我们要选这个 王里面 那是 李敏就说 是 今天吃了有饭吗 有 但是我要跟各位 鄉親说 上一次 里面虽然有条 但是票 开得不漂亮 那是怎么开得不漂亮 因为不漂亮 補助就比较少了 所以 今天大家 来参加台湾民政府 是一种各省的过程 大家在这里 虽然辛苦 三天 后星期又有革命 可以 再来说 我们 各省是为了帮助 我们自己的玩人 我相信 只要你来的 亲人朋友 不是要害你的 他也没有对你身份上 带到什么利益 你今天来这里 搞的 这个 我们说 这些人 就是这些住宿 这些 这些 资料 你们家的钱和我家的钱 都同样 我们有一个任务 烦弃我们的亲人朋友 帮助我们台湾人 今天就回来 国际政策法的围地 我的演讲到这里 谢谢